多元組成的執行團隊 執行的能量現在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們也看到生技產業 臺灣確實有它的優勢 我們的研發人才是好的 軟硬體的環境也很好 而且它還可以跟我們的 IoT 產業 甚至於在衣材方面跟我們的機械產業 經濟機械產業一起來發展 所以走到這裡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5加2的產業 看起來是分開來的 事實上它們常常是一個相互支援的產業 所以我們在經過了兩年的執政之後 我們回到這裡 我記得我就職之前就來過 先看一下這裡的情況 兩年之後再來檢驗我們的成果 我記得我們剛開始的時候的執行計畫 是在我們的紙上寫了好多好多東西 第一個階段主要的還是 我們很多相關的法律必須要去修正 我記得我們出不出來的計畫裡面 很多都是要把我們現行的法律 做適當的調整 才能夠把我們整體的產業界 跟學術界的營量釋放出來 謝謝